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首时光音乐会一的时候 阵容也相当强大 常驻嘉宾有谭永林 林志炫 许如云 张姐 凤凰传奇 于可为 偶尔还来几个飞行嘉宾 可谓把这个节目的火花点燃了 此外 谭永林在上一记稳坐大家长的位置 不仅给我们奉献了很多经典歌曲 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华语乐坛大佬的可爱形象 从时光音乐会的阵容上对比来看 既有惊喜 也有一点担心 惊喜的地方是综艺小王子周深加盟在其中 以他的实力 是不容置疑的 肯定能点燃本季的高光火花 因为他是新生代歌手里面的实力唱将 也是全名级别的偶像 如果非要跟上一记的歌手贴合 可能他跟张杰比较相近一些 但是从热度上而论 周深比张杰要活跃和突出一点 担心的地方是 周深在本季的演出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超乎意外的经验感呢 说实话 这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跟周深一样有着惊维天人唱功的歌手邓紫棋 也是本季节目的一招王牌 他和周深都属于一款人 小小的身板 隐藏着大大的能量 随便一张口出声 就能把铁肺标出金属感 话说 如果在时光音乐会2的节目里面 周深和邓紫棋能联手合唱几首歌 观众绝对饱长而服了 最好他们能唱一首大鱼 再唱一首泡沫 此外 歌手田震和孙岳这两位大姐大更不用说了 以江湖资历而论 他们绝对是内地乐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实力可以摆在台面上来吹的 当年孙岳演唱一首《祝你平安》 可谓家喻互想 大街小巷都是他的声音啊 全名普及度 不亚于如今的顶级流量歌手 田震的经典歌曲《风雨彩虹坑枪玫瑰》 更是爷爷奶奶被粉丝们心中的最爱 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 让田震演唱孙岳的成名曲《祝你平安》 让孙岳唱田震的经典曲《风雨彩虹坑枪玫瑰》 是不是特别带感呢 这样的设计 既能满足游戏竞技的娱乐感 又能给歌曲演绎注入新的风格 也是值得期待的 至于其他的歌手加盟 如阿渡 张栋梁等 如果他们能选取一些出人意外的歌曲来演绎 也可能是本季节目的情怀回归的大黑马 总之 如果时光音乐会2的阵容真实可信 从整体上来看 是不输于第一季的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的整体流量风头或可能会盖过第一季 毕竟 本季的王牌有两位全名偶像加盟 都有着极高的热度 火势非常可观 就唱功而言 这一季的周深 邓紫棋 算是一众歌手里面的翘楚吧 再者 又有田振 孙悦这两位大王保驾护航 整个节目上的互动感 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重点是 希望周深 邓紫棋等大王牌 多多演唱经典歌曲 最好把一个纯粹的竞技节目 变成一场超时长的演唱会 对于观众的我们来说 那是求之不得的 不知道大家期待周深 邓紫棋等人演唱什么歌曲 如果能再现点歌的话 这个节目会不会一场火爆呢 周深将参与三档综艺 与浙江卫视深度合作 芒果的高口碑音宗时光音乐会 目前正在录制第二季 而且是未播鲜火的状态 其中常驻嘉宾周深 无疑带动了很高的关注度 时光音乐会2的录制周期 应该会到年底 但周深依然难以好好休息 因为在浙江卫视2023年的片单中 周深将参与三档音宗 第一档是天赐的声音4 你妖嘉宾是胡彦斌 张碧晨 杨成林 张姐 周深 西琳娜一高等 天赐的声音已经举办过三季 算是浙江卫视的王牌音宗之一 周深是第三季的常驻嘉宾 实力和综艺感都有目共睹 继续加盟第四季合情合理 第二档是全新的游戏 英宗直奔到乐球 设置了两位常驻嘉宾 和四个飞行嘉宾 你妖阵容包括邓紫棋 周深 肖敬腾 王鹤帝 荣祖儿 汪苏龙 0713在就业男团 张天爱等 游戏综艺似乎是个新概念 目前国内好像也没有这个细分领域的综艺 希望这将卫视足够给力 不要辜负这么好的阵容 第三档也是全新的英宗合唱也疯狂 从名字就能看出是合唱英宗 你妖阵容包括纳英 谭京 李健 王嘉乐 肖敬腾 他想 周深 安云嘎 谭维 K 白静庭 李沁 赵露丝 滴滴 相较于直奔道乐球 合唱也疯狂有两个优势 其一是歌手阵容更加强大 其二是歌手演员与合唱团的比拼 区别于之前的新宿合唱英宗 我想和你唱合唱吧 三代 作为兼具实力 刘亮和央视认可的歌手 周深无疑是近两年华语乐坛最瞩目的钟声代 被各大卫视争抢是必然的 尽管周深当年没能在中国好声音走得更远 但浙江卫视终究算是他的伯乐 所以湖南卫视的竞争力不大 周深和浙江卫视的合作会有更深度的合作 中国好声音2022收官后 恰巧遇上了灿星多位高层退出董事这一变动 网友们一度拍手叫好 节目的停播呼声很高 但浙江卫视2023年的片单已经表明 中国好声音明年还将继续举办 不过节目组的压力会非常大 堪称前所未有 中国好声音的国民度虽然依旧很高 但热度和口碑明显不如刚开始那几季 而好声音2022无疑更削减了观众对节目的好感 比如好声音见证人刘德华 只在首期节目和总决赛出现过两次 而且首期节目中还是VCR的形式 比如国内的好脑子确实不多了 比如选区片冷门 比如原创歌手和原创作品依然多 比如赛制不公平等 尤其是赛制方面 在11禁5赛段的录制中 实力派周斐哥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 导师李文现场发飙的视频被曝光 该事件的影响力很广 赛制的公平和节目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虽然中国好声音2023还将继续办 但节目组如果不合理解决赛制 响曲原创等问题 那么节目口碑难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网传中国好声音将打造全男生计 或全女生计 但笔者认为可信度不高 因为好毛子本来就不多了 再细分的话 节目更难办了 尽管浙江卫视的综艺数量和质量 已经仅次于芒果 但差距依然存在 全面布局在情理之中 但可惜的是 在某些综艺赛道中 浙江卫视明显起步晚了 如今想要后发制人 难度非常大 祝其好运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